花蓮南端全校只有13位学生的永丰国下 110学年转型为阿美竹实验小学 经过学校盘整资源及部落齐老 儿时记忆为基底 创作出十首童谣和绘本的大树根绘本 27号举行的成果分享 不仅在各大通路上架 未来也会作为第一线教师教学素材 帮助孩子学习也传承阿美竹的文化故事 那爱好 爸爸的那爱好 为什么你最喜欢这一诗 因为这个 它里面的单字都是我们常用的 像是男爱好就是 你好的意思 爸爸正是早安的意思 然后 三里嘎嘎嘎是兄弟爷妹 花蓮信永丰国小六年级的曾同学 唱着最喜欢的歌曲早安 因为歌曲中的词汇都是平常会用到的生活用语 集结整个部落在110学年转型为 阿美竹实验小学的永丰国小 以部落齐老的儿时记忆为基底 创作出集结十首童谣与绘本的大树根 27日举行成果发表 所谓物尽其用 希望就是各族的一些师生们想要利用这个歌曲 都可以把那个歌词改为自己习惯性的用语 都可以拿来用 因为这个歌既然已经被做出来了 然后这个教育局 花蓮县政府都已经把它弄成一个作品 一个完整的作品 那希望也是就是透过不同的语言来去表达这样子的生活故事 学一首歌是不难的 所以我们在想说 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 让我们的孩子在旋律中去学习族语 让我们孩子可以在整个的一个歌境里面 去了解到我们长辈的过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点滴 所以学校这边就是有感谢就是教育部跟圆明会 他们有补助经费 还有县府跟原教中心 这边有给予很大力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整个一个经费的到位 那这一本会本是以我们部落 其老的一个生活背景为发想 然后是由我们部落的歌手莫言 来去创作了死守的一个童谣 那每一首童谣里面都有 都有诉说着我们 其老的他们一个生活的 小时候的一个生活的小故事 然后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 让我们孩子可以了解我们过去长辈 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然后也加入一些孩子们的一个绘图 然后让我们这个一个教材 也有呈现小孩子一个纯洁天真的一个方面 那这本教材未来 也会让我们的老师可以做一个辅助教材 那也会提供我们第一线族语老师来去做使用 也希望让这一本会本未来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效益 位在花莲南端的永丰国小 全校仅13位学生 且都是阿美族 在转型后 学校盘整资源 发现部落相关族群教材非常少 因此促成绘本的诞生 有全校师生共同创作辉画 加上部落歌手藤莫言姬闹创作了十首童谣 不仅在各大通路上架 未来也将作为第一线教师教学素材 除了帮助孩子学习 也期盼能传承其老的生命故事 阿美族的文化记忆 接着掌帮雁皇联师报导